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廖哲都谢女友 所以呢 劈腿啊 我们俩有没真好 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不是说劈你 劈别人 什么意思啊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 我又通过小号呢 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 我都给他们发私信 你猜怎么着 不是 你怎么那么闲啊 博士 我这伸张正义 你懂不懂 我快猜一下 所以呢 他同时谈了好多个 时间线都重合的 你看 你看 说实话 我知道廖哲之前这 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 对你是真心的 谁能想到他 他跟他像女友都没断呀 是不是 我觉得呢 这是人家的事 跟我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他要怎么解决 让他自己去处理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 我心里还踏实点呢 再说了 我得感谢人家 人家毕竟帮过我 你 你说得是这个话吗 你心里踏实 这些姑娘呢 我怎么去替这些女孩 伸张正义啊 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 廖哲的真面目 照顾被赢了 喂 小晓 你在家吗 我在啊 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 我 我刚才发现那个 月亮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 然后我给你送回来吧 不用了 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这样吧 下次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 顺带给我带过来就行 行 好 我知道了 先这样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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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明伟 你不是一直催着我 给你女儿找对象吗 我这儿有个合适的 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 结过婚 有孩子 这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你别以为有孩子 你就有意见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 别挑三拣四的 张姐啊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这个孩子呢 就是能力还挺好的 有几套房子 自己也开公司 对我家女儿也挺好 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是相亲认识的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 一见着我们家依景就追 我倒也不图他别的 就是这个人呢 是特别孝顺 挺有责任心的 等结婚 办婚礼的时候 请你来喝喜酒啊 好好好 那恭喜你啊 那我就不多说了 好好好 再见 回去 好 谢谢 我是 小姐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好 好 来 大饼油条 都是你爱吃的 能不能别这样啊 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 你这样有意思吗 上班去 行行行行 我错了 行吗 我向你道歉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 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是我有问题 我脑子有问题 我当初就没想明白 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 咱们夫妻在一起 这都 这都半辈子了 行 我我我承认我错了 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 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 就这么得过且过 也不是不可以 但必须约发三招 什么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 胡说八道 没问题 这肯定的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第三 你只要别过分 我不会管你 同样你也别管我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当然不是 那不当然是 是为了你这个人呢 谢谢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 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 那就过下去 如果你胡搅蛮缠 得寸进食 别管我不客气 好 我的东西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 哪儿最好了 谁要结婚啊 当然是姨景的 姨景要结婚 八九不离十吧 我就是提前跟她准备着 她跟谁接啊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辙 是 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 还保证说不出国 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你说这娜娜她怎么就错过了呢 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 有什么可惜的 我们娜娜跟大伯是谈恋爱的 姐 你跟这叫什么劲呢 一喜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不是较劲 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对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多二姨呢 怎么着也得处理 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她找 还有啊 你先别跟妈说啊 等我回来 我回来我跟她说 嗯 挂了啊 心情这么好啊 嗯 当然啦 看不到你穿博士服 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 那你也得等几年了 嗯 快了快了快了快 快了啊 行道行不行 哎呀 哎呦 哎呦 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 嗯 我这两天啊 时间谨慎无重 我得早点去实验室 定做实验 哎 哎 嗯 嗯 顾给你的快递开门去 我没买东西 你俩算的时候能开呀 我吃饭呢 哎 哎 哎 打扫了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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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呀 我我 哎哎哎哎 我去 嗯 嗯 你好 你好 我是张晓晏 我来找娜娜 哦 你好你好你好 就让大明 我是娜娜的表姐 表姐好 你好 咱俩是见过吧 对 见过大姨 喝水啊 别紧张 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我在国外学习过两年 那也时间不短呢 交过女朋友吗 妈一个人这干吗呀 我有过一个 但是早就分手了 嗯 那也正常 那是你的女朋友 你又不愿意跟你好 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 还是你们家里的不同意 妈这是人私事吧 我聊个天怎么呢 嗯 你私事啊 妈妈 你好了 嗯 那 大姨 表姐 我们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 走吧 哎呀 大姨 姐姐走了 拜拜 来 你为什么又给惊喜啊 怎么 你不喜欢惊喜 我喜欢 我当然喜欢了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 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所以就只能一大早地过来喽 想你 想我 你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么会说话呀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你以前会说话吗 一本正经 公事公办 然后看见谁都叫 同学 图图 这样不也挺好 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 对你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 看电影 看电影 嗯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 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真的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了 现在去吃早餐 喝咖啡 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你跟廖哲考虑得怎么样了 妈 我考虑好了 我不结婚 人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我看他是不同意 你坚持着要好 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 你又不接 你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谈恋爱 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 那我跟谁结婚 我什么时候结婚 那是我自己的事啊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 你真是学得挺像的 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那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行 那就等着你考虑吧 你要考虑不好 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妈 妈 我那个 下周请了几天假 回去陪你看姥姥 票我买好 谁让你买的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 在那儿看监控 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 你给我退了 退了 退了 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那不行 我都跟姥姥说过了 姥姥可开心了 听说你要回去 不能退 我走了啊 上班了 啊 到底怎么会 Off the toy 姥姥 我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好好 好 姥姥啊在家等你们啊 你把他快点发给我啊 我先看一眼 妈妈 我想吃巧克力 你最近刷牙 有刷够三分钟吗 没有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 才可以吃巧克力 哎 我跟你说啊 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 把它换一张 对 小马山顶成功 这是我要吃的 小马山顶成功 对 小丑 叔叔送你个礼物 但是你要记住 吃完之后 你一定要双眼牙超过三分钟 好 谢谢邑叔叔 明天我休息 可以陪你们亲自野餐 行了 鸟杯身就一起杯 你想想试试烤猪排 参考出牌叔叔特别拿手 好 早晚生体成功 这样吧 明天你就别开车了 回头我和球优去接你 太好了 谢谢妈妈 玉琴 你怎么来了 我总算等到你了 我差点就过不来了 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 你看 你看这还有 妈 够狠的 谁打了呀 那个所谓的县女友打的 这 这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我也想跟你说 谢谢你的帮忙 我们以后不用再 办假情侣了 玉琴 你听我解释啊 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 可我对她们每一个 都是真心的 我善于发现 女儿身上的闪光点 还是什么闪光点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些话你跟她们说起来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 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 跟她们不一样 我只喜欢你 只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就跟她提了分手 结果 结果 你没弄明白 就是你没有对我 造成任何的伤害 可能你的一些行为 伤害到她们了 因为她们可能当中 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 我妈在我六岁的年就走了 我第一个后妈 带回来一个姐姐 她笑起来很温柔 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 照顾我 后来我爸又离婚了 她就跟她妈走了 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 就像你一样美好 表辰 你不觉得你这么说 既不尊重我 也不尊重她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 他对你造成了伤害 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 下次遇到一个 真心喜欢的人 好好对人家 可是我遇到了 就是你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 而且现在 也不用再假扮了 就这样 我走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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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 你觉得我不够专一 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 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不可能 好吗 走了 不是 走 走 走 这不是 氚氧 我梦脸 谢谢你 咱俩 こう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有客户 临时招货谈事 我可能去不了了 没关系 工作要紧 你去忙吧 替我跟秋秋 说声抱歉啊 好好好 好 再见啊 妈妈 我准备好了 想让我同待了吗 待了 在这儿呢 放心吧 然后就是 今天宿主有事去不了了 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吃好不好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喂 在忙吗 我这忙着写销案呢 怎么了 那就 没事了 你忙吧 一安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来 哎呦 哎呦 你好好眼啊 来 哎呦 喂 四伯 看 怎么样 好干吗 这没你平时穿好看的 这是约会吗 对啊 不好看吗 你喜欢就行 好 张晓晓你喜欢就行 我跟你说 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 我们今天准备看一个电影 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 你们搞科的那不会觉得 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不啊 边吐槽边看 那才是乐趣 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朗 给哪个呀 来 给哪个呀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 包服很重要 走 大爷还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我没停过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打算下周 打我妈回去看看姥姥 然后直接说 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然后让姥姥帮我 安抚我妈 走了 你真确定穿这事吗 漂亮吗 你找得漂亮 好 走了 嗯 爸爸 我告诉你 妈妈昨天大好吃超市 买了好多好吃的 今天又搭了我最喜欢的 冲鸡小摇椅 还给我做炸猪排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 你就更开心了 好 我要告诉老师 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野餐的作业 嗯 下次野餐啊 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 你正长身体呢 吃多了油炸都不好 爸爸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是吧 爸爸 你刚才都不理我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 我把那个写完了 就发出去啊 马上 哎 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啊 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没有 出来散心挺好 这样 爸爸关机 然后你帮爸爸保管 好吗 爸爸 我把我最爱的豆奶 奖励给你 嗯 谢谢 不客气 干杯 Axe 爸爸 还要几步能搭好啊 几步 我看看啊 嗯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 固在里面的 名单我看了 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 需要资助的家庭 两三个就行 把那个 可以啊 那更新好之后 你把名单发给我 辛苦了啊 爸爸 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我也以为 你爸呀 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 现在都生疏了 我记得以前你教过我呀 那个地盯要斜插 在地面四属镀角 对不对 对 来 我来吃个酒 好 行 来 行吗 四属镀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 好 那一个好了 去那边吧 第二个 慢点跑 啊 眼睛真不错 你看球球 玩得多开心 她要是喜欢出来玩啊 就多带她出来玩吧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我觉得你也需要 呼吸新鲜空气 感觉你今天一来 就整个人特别 愣闷不乐的 有心事 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是 西小瑶的事 他怎么了 他 我觉得他不是 我熟悉的那个人 特别陌生 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我去 肖老师 你还上课了 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 临时接了给儿童玉士团编舞的活 要连上三天的课 我差不多也康复了 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我想起 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我的啊 对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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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了 是不是生我气了 要是有什么误会 我可以解释的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您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肖老师 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 需要您接待一下 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好的 我希望是个误会 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 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坐下来好好聊聊 没有 我把她的东西都寄给她了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我怕当面谈 我们彼此更难堪 你是怕难堪呢 还是怕 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 有些事情 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 逃避是没有用的 这样当初的我们两个 分手也分得明白 快快快看 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你什么时候拍的 刚刚 语言语 我给你拍的照片 你怎么看 你还要拍的照片 对 感觉 你还不成lot 三 二 一 开始 还要吗 再吃一个 不要了 你在等谁啊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张晓鸥 对不起 来晚了 自己买的给你赔碎 小欢 好 你要尝尝吗 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你第一次吃 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 从来不买爆米花 那挺好 什么 我是说 我们时间快到了 走吧 好 走吧 有电话 好 喂 好 知道了 出差啊 而且马上就得走 你 你要去多久 二十好久能回来 对 但今天电影我就是看不上 没关系 科研大于一切 我去看 我看完了之后 我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讲了什么 那地方没信号 手机也不让人 没事啊 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 你快去吧 你快去吧 没事的 那我走了 嗯 走了要说拜拜 拜拜 三号听十五点二十五分 今晚的观众抓紧简票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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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回来 谢谢 用共事分析 你对我有多好奇 牛顿的苹果 这是我家里钥匙 你拿着 我还要备用 我回来了 真的吗 传心 几分勇气 拜拜 拜拜 杂死了 是风还是狼 我和你在追风的路上 好 姐 外面有个星肖女士 没有预约 但她非要见你 孟严 女士 孟严呢 女士您不能见 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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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秋香分手了 你满意了吧 你如果想跟她复合 大可以直接说 何必这样玩玩绕绕 你们两个分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 没想到你当面一套 背地一套 我的事是不是 你跟秋香说的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保安来了 你走吧 别把自己的路探探看了 干什么 放开我 我不走 不用抓她 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我联系不上她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她连个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我 来我办公室 行了行了 都散了吧 我知道昨晚有一天 她会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 她会这么决绝 对 你对事情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 她觉得 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 让她来见我 子孙都不要了 这样好吗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说 她一定会来的 我只是想和她解释清楚 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 都是误会 向阳 如果你真的想挽回她 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 感情中 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你慢走啊 没加速再聊 阿姨 您找谁啊 我找廖哲 您找我们老板呀 阿姨 您是 跟你们老板说 一个姓孟的阿姨找她就行 行 那您先坐 来 这边 我帮您找找啊 慢点 阿姨 咱们这有水啊 您先喝水 好 我帮您找找啊 阿姨 咱们这有水啊 这还是可以用的 老板 老板 有人找你 不见 老板 谁啊 你一个姓孟大姨 他说跟您说了 你就知道是谁了 姓孟大姨 在哪儿 前台呢 帮我向爸爸拦着他 拦着他 拦着他 快去 阿姨 真不巧 我们老板今天要正好不在 不在 都不是吗 廖哲 阿姨 您看错了 廖哲 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 阿姨 里面是办公区 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我不是外人 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 马上就要结婚了 阿姨 要不然这样 您今天先回去 等我们老板回来了 我帮您转达 您看行吗 你 谢谢啊 您送货带的电话 一万一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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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再要您 您鼓 Weird 好 好 好 快 transformation 好 高松 那 lion dog 好 姐 怎么了 我也想到送经理了 我出来还了 我害怕了 我有事了 算了有什么事 有我在呢 好吗 那我死哪儿送你去工作 就是这个 一姐 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 二姨真替你高兴 结婚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 选好酒店举办婚宴 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 和婚庆公司 二姨 不好意思啊 我没准备结婚 是我妈误会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帮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电话帮 请稍后再拨 我去 妈你看她猜就给我回电话 唉 姐 你找廖主子干吗呀 跟她订结婚的事啊 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不是 你之前不是不喜欢她吗 怎么非又要她结婚呢 之前是这么觉得 但是现在吧 我觉得她越来越好了 这孩子很真诚 又懂礼貌 对你姐还好 我觉得呢 看人吧 不要看表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她是女学长 你对她 应该知根知底吧 我实话得跟你说了吧 我跟我姐发现她 谈了好多个对象 所以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什么 你也别怪我姐 她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你在听吗 大姨 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